章季早餐兒回娘家 四十年 章季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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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竜季虎 章季虎 開心見到大家 現場的爸爸媽媽們 把小朋友交給當機來照顧 你們有沒有人放心 有沒有人放心 真是太好了 等一下我要拍蔡小姐你的那個 看爸爸 你要去嗎 你要去嗎 等一下 我剛剛吃的也要回來 好來鏡頭看上面看影片 來3 2 1 非常高興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配合著 招場的 基金會 還有愛國偉公司的幫助 今天 算是40週年 新聖兒加護病房 今年的2019年的 招場兒回娘家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的 新聖兒招場兒 加護病房是 就是在我們曹龍院主任的set up 發展性之下 才有今天的這樣的規模跟成就 讓我們也照顧了 成千上萬的招場兒 許多招場兒 這麼樣的活潑 這麼樣的健康 實在是 這是我們彰化基督教的行業 非常感到欣慰的 那我希望 今天招場了 鬼娘家的活動 大家非常愉快 有什麼問題 也利用這個機會 跟我們新聖兒的醫師們 今天都有來 跟他們討論 也可以跟所有的家長們 互相討論 建立一個聯繫的管道 張基的 新聖兒教會病房的歷史 在四十年前 也剛好是我最小的小孩子 他是在1979年 他是七月七號生的 所以我對這個早朝人的歷史 還是非常 記得很清楚 就是四十年 那個時候 我們的男院長 其實男院長 還有跟他的夫人 高倫愛醫師 他們覺得說 我們的小兒科 小兒部門越來越強 我們的婦長科也越來越好 所以那時候 認為說中部 應該要有一個 加護病房 夏娃的加護病房 所以那時候 剛成立的時候 我曾經到台北 台大 台大醫院 台大醫院那時候 有一個教授 叫陳生輝教授 陳院長也知道 我們曾經 兩個人都曾經 接受他的教導 那時候 陳生輝教授 他是從 剛剛從哈佛 陳生輝教授 回來 所以我就親自 到台北去 請教他 說在 張基 很有限的空間 還有 有限的 設備下 怎麼樣來 建立一個 可以用的 新的 教護病房 小兒教護病房 所以我們這個 教護病房是 大孩子 跟小孩子 跟早早兒 還有 新生兒 在一起的 一個教護病房 張基40年 謝謝有你 我們請敬禮 敬禮 謝謝 來我們敬禮 給我一個 五秒 五秒 來請敬禮 五 四 三 二 一 謝謝 這是我們的 早早兒的團隊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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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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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幫我看看 我們去抓到他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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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你沒有看到 Rs 要打這邊 不要看喔 我們來唱小細 請準備囉 一起來 一 三 一 三 六 緊緊 小朋友 你們都很棒 都很勇敢 身體是搭搭的 接下來 我要變得 現在 不太 他 好 可以 可以 一 白 子 有 好